大家好 今天很想分享一些我最近在日常生活的大島的小禮物 這一隻不是我買的 是我的朋友送給我的 他們在韓國去旅行的時候見到 然後又見到我經常扮他 所以就送給我 這一隻好像叫做戰文紅 我覺得他Facebook的動畫檔真的很好做 就是他在跳舞和扭屁屁的樣子很可愛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喜歡這隻東西 他現在已經成為我最新的寵兒 在我的床上都沒買陪我分月 真的好可愛 其實我今天的影片不是最喜歡介紹他的 而是我最近買了這個叫做海縣精靈的水晶 我覺得挺有趣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這裏有介紹這個用法 很簡單 把水晶粉倒進去熱水 然後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然後攪拌一下 放一天 他就會成長成精 沒錯 成為水晶 剛剛我不是有心的 而是 我很喜歡紫色 所以就買了 但是再看他實質的介紹 原來剛剛紫色就是這個柱女座 沒錯 我是這個柱女座 在白月出生 然後很開心 原來剛剛買了自己月份的一個玩具 我很喜歡買這些古靈精怪的玩具 又看到他很有趣 就想拍這個影片給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他裡面就是這樣 很普通的有一個紫皮盒裝著 然後有一個玻璃瓶的物體 裡面就什麼都沒有了 他的玻璃瓶裡面有一點點髒 看到有一個水晶粉 還有那個東西 最喜歡的就是混熱水就可以了 我現在試一下拍給大家看看 在那裡寫了第一件事就是熬熱水 所以我現在就決定先熬熱水 即是將它拆開之後 就發現有這個瓶 蒸粉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那個水晶的醬紙 好 那我們首先倒一些熱水下去 好 應該夠了 好 然後下一步就是把這些粉 倒下去 對 因為我現在一邊單手拍著 然後要倒粉 很難 所以已經倒了一點點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紫色 它一看到這些精粉 之後就會變紫色 看到嗎 看到嗎 大家 讓我試一下這樣 它有點難度 對 哇 好深紫色 有點像那些葡萄色 啊 我想喝 哈哈 我們快點倒了這些精粉 我們先把它攪拌一下 下一步呢 它說要攪拌一下這些精粉 我們就把它攪拌一下 下一步呢 它說要攪拌一下這些精粉 那在攪拌這個過程呢 我覺得它真的很像那些 紫色的提子汁 還有我個人呢 是真的很喜歡紫色的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期待 然後呢 究竟它攪拌了這個水晶之後呢 會是什麼樣子呢 下一步呢 它就說要等三分鐘 還有去完 那我現在先去完 我希望我可以種六合彩 拜託你啦 紫水晶的精靈 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把這一塊水晶 水晶石的物體 對啦 噴不到了 就放進這個熱水裡 哎呀 糟了 我差不多泡沫水寫了 好 總之數個小時後呢 它就說會敷成這個水晶的形狀 那我們攪拌幾個小時之後 再給大家看吧 好 那轉換眼呢 其實已經過了兩天了 本身呢 它說放幾個小時 它就會成長 但是我現在就這樣看呢 它好像都... 好像跟原本那塊石差不多 可能呢 倒完那些水出來之後呢 會有點不同了 那我們現在倒它出來看看 哎呀 願望會實現一開的時候 好怕呢 現在倒了那些水晶出來 對啦 就是那個石 好 開始看到那塊石頭了 希望它不會掉出來啦 對啦 喂! 好像是這樣的樣子喔 封不了給大家看 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它完全沒有成長過 跟我呢 丟它進去的時候呢 是一樣樣子的喔 為什麼不會好像客戶一樣 有這個這麼漂亮的精靈呢 大家看不看得到 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完全不是成長到這樣 只是一塊石頭 好 我試試再做多一次 看看客戶過幾天 它會不會成功成長到一個水晶 好啊 那已經隔了很多天了 都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那那天再倒了熱水下去 不知道現在會不會真的可以變成 它的盒子的樣子 這個水晶的樣子呢 那我現在就這樣看 它也不像有一個水晶的樣子 那我們試試倒了它看看 會不會真的有一個水晶出來呢 好 那大家看到啦 它呢 跟我之前放進去的那個石頭 是一樣沒有變過的 所以呢 根本呢這個水晶呢 是不可以的 也可能是因為放了太久過期 所以就不可以 但是這些水晶有日期嗎 那但是 好啦 所以今天 一個培養精靈的計劃呢 是失敗的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拍這些可愛的開箱片給大家看啦 就 待會兒 拜拜 拜拜